第四,叫做火燒山,該怎麼辦呢? 煙都冒得那麼大了 那我選擇,適合不見好了 因為看起來在燒飛虛 燒的是白煙,很嚴重 很嚴重呢,咱們也說 哎呦,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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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今天的麥克風的說明 請容我了解一下,明白大家 第一個,這個小雞雞麥克風呢 全新上市 那它的特色呢,是可以監聽 第二個,聲音,可以跟人家大小聲 我們買麥克風比較怕,沒有辦法大小聲 監聽大小聲,再來它的那個 充電時間兩個鐘頭 可以使用8個小時 哇,怎麼講到聲音的通道都發炎呢 然後它的電力呢,是 電力居然沒寫 它是2400到2483MHz的這個頻段 2.4G的藍牙 聲音的效果如何,全看你們去理解 它有一個精彩的硬核 有一個貝殼包 然後有一個掛勾 需要兩年好,有掛勾 這掛勾呢,挺好的 這個掛勾就是 讓你掛在你的腰上面 或你的雙背上 OK,掛勾 背包包裡頭有耳機 充一點線 一個轉lightning的線 這個版本呢 就是Type-C lightning together OK,他們together 他們together 他們together 那麼together之後呢 就可以兩用囉 很可惜相機版本它沒有出 因為它覺得相機市場已經掰了 不值得努力了 就是 不想努力啦 OK 這麥克風呢 聲音挺大的 接下來我們要操作它 這個小GG麥克風呢 它的麥克風的位置在這邊 所以呢 盡量靠近的話呢 可以抵減外部的聲音干擾 會鋼筋很多 耳機插進去 耳機插進去 咦? 怎麽變小聲呢 拎拉比較好 這樣不行啊 變小聲這樣就不好了齁 耳機插進去 耳機插進去 咦? 怎麽變小聲呢 拎拉 耳機變小聲齁 這樣就變很大聲啦 鋼廳王呢 今天再來教大家 這個是耳機Monic的開關 按了有Monic 按兩下 可以 就可以關掉你的耳機Monic 按兩下 就進來了 再大小聲齁 現在要跟妳大小聲齁齁 你們大家最多聽齁齁 現在要大小聲齁齁 來 按一下 等級的聲音 各位第二等級的聲音齁 按一次它就是第二等級 再按一次 第三等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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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等級的聲音有沒有明顯的差異呢 好我們不曉得 是變大還變小聲 因為我們現在要跟妳大小聲嘛 來 再按一次 大聲還是小聲呢 大聲還是小聲呢 我聽起來都一樣 因為耳機的監聽沒有那麼靈敏 它的耳機它是送的 然後這個小雞雞麥克風呢 暫時定名啦 你們想取什麼名字再告訴我 就直接叫工廠直接改名字就好了 小雞雞麥克風 OK 為什麼我不叫小巧克力呢 或者叫小碧雅呢 因為它 多大小唄 OK 小雞雞 雞雞也沒那麼小 這個我再研究一下 好啦 那這麥克風的聲音呢 我就一路弄回台北 我估計今天應該是4K的齁 是4K的 那今天人的麥克風呢 其實是我還算是 應該講一件事齁 就是說麥克風到我手上的特別多 今年特別多 這一支呢 不是特別好 但是它有亮點的齁 就是它的那個 有效的距離呢 20公尺 兩個小時充電使用8小時 然後抗干擾的能力還不差 監聽是它的亮點 Lightning跟Type-C呢 同步運用 兩個都可以用 那3.5就不能用了 所以它的缺點 那 平良一個麥克風呢 就是從 郊區 殺到市區 然後長距離的使用 看它有沒有抗干擾能力 有監聽的感覺 真的就是比較好 真的蠻不錯的 另外一個用法就是說 拿來看成人片 所以說我手機這樣插過之後呢 它手機的聲音能不能傳過來呢 答案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監聽呢 也蠻奧妙的 就是 自監 啊 也不能 他監 不能夠人監 也不能夠共監 你只能自監 因為畢竟是講話的人嘛 自己監聽自己 來取得一個 新安的運作模式 天酒排麥克風 唉唷 唉唷 天酒排 這個又太細了 它大概就是 一個中指這樣子的寬度 大概一個中指的寬度 我們叫中指麥克風怎麼樣 中指 中指台麥克風 我們看一下中指 這樣一個中指 大概就是中指的兩節的大小 中指麥克風好了 那為什麼不叫高一點 叫盒子呢 我今天取比較中間 讓個安全safe一點點 然後我們聽聽看聲音結果什麼樣 聲音如何呢 我也不曉得 我先取比較中間 讓個安全safe一點點 然後我們聽聽看聲音 聲音超飽的 飽的飽飽的 那麼這個小雞雞麥克風呢 過年後會上市 上市的價格是1680 那這麼多的麥克風都有它的特色 這叫Action 行動 這個麥克風叫行動 Action Actio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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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能耐呢 剛剛都念給你了 它的能耐 再來我們就看看 經過電台 經過記憶台 經過了飛到 經過了一切的一切 那我現在的直播是4K的 4K的 不好意思喔 4K的 但是4K呢 感覺好像沒有成功 因為一個月大概只有五次機會 我月初就用完了 你可能不知道喔 每個人都可以直播10K在臉書 但是呢一個月只有五次機會 這五次你播完了之後呢 你就要等到下個月 一個月就五次 OK 你或許覺得我在唬爛喔 這是經過我半年來的測試結果 對沒錯我4K不了了 我現在沒辦法4K了 因為已經播過五次了 剛聽我呢 原本是約好要去電玩展的 後來公司有事情要回去 那電玩展就明天再去 明天去電玩展幾個目的 測試麥克風 同時呢 去看陽明科技的這個導播機 啊 他們在電玩上的表現 哇 那可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啊 呃 在這些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越努力呢 越沒有成果 不努力躺平呢 欸 反而是個機會 要求喔 所以呢 全球現在進行一個躺平活動 尤其是中國 他們年輕人就躺平了 因為不想努力啊 躺平之後呢 不想努力呢 反而錢花得少 然後擺 這我們台灣話叫擺爛 這是另外一個年輕人的現象 估計在於2023年 我估計 2023年就會台灣躺平 為什麼呢 房價節節高 年輕人已經沒有希望了 再來呢 結婚生子呢 已經不是他們 排在他們生命的 他們的生命規劃當中 年輕人漸漸呢 和我們過去的這個 傳統思想已經脫節 他們要走出自己的人生 那 中國那一邊呢 他們走出的人生兩個方式 是一個積極以狼性的方式態度 來面對社會 那叫衝鋒陷陣 狼性十足 拼了命的賺錢 去面臨掙錢 第二種人呢 他就選擇躺平 躺平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講的擺爛 他們的躺平現象很嚴重 已經嚴重到 必須由國家介入 制止躺平行為 誰敢躺平 國家不准 然後予以介入 其他國家呢 突然也出現一樣的問題 躺平現象 在我們面對的這個 現金社會當中呢 當未來的目標跟想法 遙不可及的時候 慢慢的慢慢的 對生活失去的重心 換過來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消極應對 幹嘛呢 人間處處有希望啊 希望處處在人間啊 何必這麼快的放棄呢 欸沒錯 另外一個放棄就是 30到40歲的女性啊 Oh my God 有42%未婚喔 這是一個女人當中呢 最精華的生命年紀 如果呢超過40歲 又未婚 突然想生孩子 欸啊 可能會判定為高齡產婦 極為危險喔 這個是國家問題 安全問題 反正啊 測試訊號你們聽什麼 給他們拉 訊號好訊號不好 然後那個聲音乾不乾淨啊 請給小雞雞麥克風一個機會 因為一支麥克風呢 必須經過千錘百列 然後我們的測試要求延長公改 它的參數 聲音過高聲音過低 然後要抵造過差 這一類的問題呢 都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呢 拍對的麥克風蠻多的 我們雖然不是專業測試團隊 但是我們是這一種 所謂的實戰型的 沒有數據型的 就純粹實戰 這個我們就是用場域的方式 來分析這支麥克風 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開車一路移動 來看看 咱們在這個運作的過程當中呢 聲音的穩定度如何 同時呢 也可以看到一個面向的問題 就是說 音質它的這個細膩度 還原度是不是夠 再來抗干擾的能力呢 是不是能夠達到要求 那我們把車的車 方的打開 外部的聲音介入 它是不是能在這樣草材的環境下 依然而然的運作制服 不會產生環境過大的問題 再來麥克風的部分呢 抵造 抵造的測試呢 其實是目前做的麥克風來講 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大部分的麥克風 都有抵造的問題 只是強跟弱而已 好的 那我現在閉嘴 看看環境的聲音 會不會因為我閉嘴之後 開始爭議 通常麥克風呢 閉嘴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爭議 它會把背景的環境聲音 慢慢的爭議 爭議到越來越大聲 因為以數位麥克風來講 它有這個主音的處理能力 然後將背景能力 背景的聲音的 代表能力 也就是說主音大過環境 自然乾淨好吸收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有的很處理很離譜的 就是說環境幾乎都沒有 就是在講話間的空檔 開始講話的時候 這兩個階段就是它處理聲音的部分 它會叛逆你聲音有沒有進來 那你講話的聲音沒有的時候 它就直接把聲音蓋掉 直接壓掉 那一種麥克風流行一陣子 後來沒人要了 因為它會吃頭掐尾 它頭尾會掐掉 吃頭掐尾的下場就是聲音怪怪的 過了很乾淨 在馬路邊幾乎沒有雜音 那一種就修飾過度 它一利用RioTime的液照能力 除照能力 將環境幾乎整個抵消掉 也是蠻誇張的 但是那種麥克風過於失真 沒有人用了 後來就慢慢的麥克風又出現了全向 全向的部分應該就指Wiresgo了 Wiresgo麥克風它的無線麥克風 做的還不錯 但缺點也蠻多的 就是說它價格過高 就是四個字我們可以貴人家一倍 再來就是說它的麥克風 配件都很弱 貴的不好 那銷售情況來講 來自於它的本身品牌的價值 買Wiresgo麥克風是買一個品牌 並不是買它的性能 比它好的麥克風太多了 多路過江之際 但是Wiresgo在我們這邊賣了好幾百萬 在我們這邊賣了好幾百萬Wiresgo 好幾百萬元 不是台 Wiresgo在我們這邊賣了好幾百萬 依然是一個品牌 響亮的一個產品 Wiresgo 那Wiresgo是全向型的 特別在運用的時候它的依照能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在夜市使用它的時候 你會幹生連連 可是在室內安靜環境下使用它又有不錯的表現 高度的還原聲音的清脆都不錯 Wiresgo 但是你如果要在複雜環境使用 Wiresgo 基本上就是三資金就會出來了 還有就是它比較沒有辦法抗高壓電 還有就是幾地台 Wiresgo如果是品牌的忠實愛好者 非常鼓勵您購買 如果您不是什麼品牌愛好者 選擇CP值跟實用型的話 請聽我的 比它好的多的是 這不存在的攻擊 存在的是引導您做出正確的選擇 不管怎麼樣 麥克風就是 爐人飲水人暖滋滋滋 聽自己的聲音 聽別人的聲音 然後比對一下 發現一點就是說 唉唷這個比較好聽 另外一個人就說 這個不行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喜好 這個重口味的 吃愛吃甜的 還有就是說 喜歡麻辣的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不能一概而論 有人就是喜歡Wiresgo的聲音 這沒有話說 那有人就是喜歡 看BOSS這樣子 試聽一下BOSS測試的聲音結果 每一種聲音都有它的聲線 每一種聲音都有它的特色 不管怎麼樣 好的麥工具備幾個原則 第一個保固期要過長兩年 第二個呢 價格要始終 第三個呢 穩定性要夠 第四個聲音音質 不能過於乾扁 沉悶 這幾個要件存在之後呢 你再來選擇品牌 這是我給您良心的建議 大的品牌貴的東西不一定好 這是我歸根究底 在攝影機器當中所給您的建議 買品牌呢 就像買蘋果手機 啊 貴的沒有那個價值 這個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歡迎你來挑戰我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為什麼蘋果手機貴的沒有價值 啊我為什麼要買呢 我沒有辦法 我為了生活啊 我就逃口飯吃啊 為了逃口飯吃 我才買蘋果手機 就這麼簡單 那你如果說 不是為了逃口飯吃 我會買蘋果手機嗎 我打死絕對買蘋果手機 因為真的是輸人家輸太多了 輸到看不到人家車尾等等那一種 那買蘋果手機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做價值 價值是別人給的 機會是自己找的 當我們認定它的價值 都在那裡的時候呢 你就沒有機會去買它 但是我去買它的機會 是來自於就是說 使用者 中 我們必須用蘋果手機做一些測試 測試出來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告訴這些使用者 你買的蘋果手機 我能夠對應你的裝備有哪一些 現在說使用的是安卓手機 可以進行4K直播 蘋果可以嗎 蘋果吃菜好不好 蘋果就吃菜 它沒有辦法4K直播 它連VHG直播都會當機 好不好 它會閃退 蘋果就是在這個直播上面 就直接吃菜了 再來蘋果手機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喜歡用它呢 它在晚上拍照根本就是狗屎 它晚上你就在十字路口拍著車燈 你發現那照片根本就是狗屎 沒有辦法用啊 這是災難 那蘋果手機的運輸入法呢 根本就是狗屎 那蘋果手機呢 如果在做臉書的貼文的時候呢 是狗屎中的狗屎 一屎還有一屎屎 為什麼呢 你用蘋果手機在臉書貼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會出現一大堆OBJOBJ的方框 那根本就狗屎 所以呢 蘋果手機呢 是在一個品牌群很大的一個客群下呢 我們不得已去選用的一個裝備 蘋果手機 那當然啊 你或許會覺得說 不喜歡人家的東西就不要批評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說 聲音比較低沉有小類格 你不能這樣說 我們今天的批評是在為各位愛好者謀福利 我希望蘋果手機的語音聲控能夠辨識正確 我希望蘋果手機呢 在這個直播的閃退問題能夠解決 我更希望蘋果手機的熱當能夠克服 我更希望蘋果手機呢 在晚上拍照的時候不要螢火蟲滿天飛 這樣子講我難道有錯嗎 我攻擊了什麼 所以各位小粉紅 不是不是小粉紅是指另外一種紛紛的人 各位酸民 咱們的攻擊呢 微不足道 狗廢火車沒什麼小螺融 但是呢 我今天遇到我買了不開心的東西 我難道不能夠說說話嗎 我沒有任何的攻擊 我只是陳述事實告訴大家 蘋果手機在直播就是狗屑 就這麼簡單 沒有4K直播啦 我安卓我這支安卓我還可以4K直播呢 我都不好意思說了 我這支安卓還有8K啊 你蘋果手機只有4K啊 對不對 那我晚上拍照不會螢火蟲滿天飛啊 那我的安卓手機 我的語音辨識就是好用 我的語音辨識就是準確 我的普通 我的國語講的應該不錯吧 應該不至於太爛吧 對啊 那不至於太爛你的辨識 總不能夠給我那麼離譜的一個差錯啊 那臉書貼文永遠用蘋果手機做臉書貼文呢 你就有一個幹字 還不足以形容 要用幹幹幹三個字 為什麼呢 你用蘋果手機做臉書貼文的時候 因為你自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老實告訴你 你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用蘋果手機貼文修修改改 你在用安卓手機跟PC電腦去看 你會發現整個文章是壞掉的 錯落中塞了一大堆OPJ的方框 第一個幹 你輸入的時候不知道 安卓的用戶跟PC的用戶看到文章就幹 幹了一大糊塗 第二個 你自己發現的時候第二幹 媽的 怎麼會這樣子 文章沒有辦法讀 文章沒有辦法讀 第三個幹 去修改它 哇靠 用蘋果手機沒有辦法修改OBJ 那個OBJ是他媽的 你只要有刪減空格 然後殺掉文字 它就會出現一個OBJ 你如果修三次他會出現三個OBJ 那OBJ出現一大堆在你的文章當中 安卓用戶跟PC的用戶沒有辦法讀 這就是蘋果手機 你這不改善我就是照三餐罵 憑什麼我為什麼用蘋果手機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的安卓手機都在工作 我只有蘋果手機控著可以做貼文 我的安卓手機都在測試頻寬 做聚合 做直播熱機測試 我只有這個沒有在用 就是沒用的東西 我就要拍拍照片 蘋果手機我是沒用的東西 我就要拍拍照上上文章 只要用它上文章 就是幹幹幹三個幹 狗屎真的 我真的氣到了 那為什麼那麼氣呢 因為我跟我的小編 我每次文章上完PO完之後呢 如果我沒有再用安卓手機去做確認的話呢 那個OBJ在那邊 我們會影響到安卓手機的權益 PC的權益 PC電腦的權益 那個文章就是錯落 真的是你會幹 我真的希望蘋果你改進 但是沒有用 它不會改的 那個我們就是人為言輕 就是人為言輕 沒有什麼用的人 所以你們能夠講什麼呢 但是也要你們看清事實 透過蘋果手機 讓你幹幹幹的這種貼文 我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買東西不要再進來問說 這什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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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啦 當心中有品牌的時候 其他的東西都叫雜牌 那你還問個屁啊 是不是 你心中只有品牌的人 你只買品牌的人 那其他東西不就說雜牌嗎 那你買東西還沒意思問品牌 不客氣的講 我也不怕得罪你們 全世界最膚淺的人買東西就是 這什麼牌子 這什麼牌子 那種人最膚淺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自信去承 承載自己的這什麼呢 自己的素質 自己的信心 自己的自信 所以你要透過買品牌的東西呢 來提升你自己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你就會不斷的去買品牌 買品牌 拿來提升你自己 那你這個人就悲催了 也不用出來跟人家混了 你就全身貼Logo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進地下室 4K結束 Oh My God 應該斷了吧 好 那 測試麥克風 先聊一下 偏差概念的我 我這人行為偏差 個性偏差 各方面都偏差 就把這個偏差放大 透過直播讓你知道 這個人行為偏差 糟透了 就下室還活著嘛 好咧 畫面變成油畫效果 哎呦 這什麼回事呢 居然活著嘛 不曉得 還看得到斷斷續續的印象 好啦 今天的每日金句 價值是別人給你的 機會是自己找的 當一個人沒有價值的時候 機會也隨之而去 每日金句 帶給大家 好的 那今天這個麥克風呢 叫小雞雞麥克風 大小聲 也給您再做一次示範 結束今天的直播 因為要進去 今天要辦事了 三等級class3 第三等級麥克風的聲音 cla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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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等級的聲音 class2 第二等級的聲音 同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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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class是不是同學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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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2 class2 clas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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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等級的聲音 class 好啦 那這個麥克風呢 可以接耳機 可以接監聽控制 可聽可不聽 可以接聲音大小聲 另外還有一個電源 然後有一個這個 比較可惜的是 Micro USB的充電 充電 兩個小時 可以使用八個鐘頭 有效距離20公尺 小雞雞麥克風 今天測試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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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